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作风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这课咱们借助了几个系统函数 来完成了一个 目标单层便利的功能 对吧 主要目的咱们上这课是复习一下 怎么用系统里边给我们提个函数 完成一下我们想要的功能 你系统函数知道的越多 了解越多 那你怎么的 懂得的技术 也就是越多开发的功能就越强 当然系统的所有的函数库 不用说那么的那边全学一遍 对吧 是用到的时候现找就可以了 东北话 可以去看一下东北词链 然后我们看一下地规函数 那地规函数上去课咱们做的例子就有可能用到 比如说上去课咱们做的例子是只变这个单层目标 对吧 那其他目录里边还有目录 是不还得同样的便利方法 我不能针对每个目录再写一遍函数吧 对不对 那就比较麻烦了 所以我们在这块 先把这个程序注入掉 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地规 好吧 那看地规地规 那最好理解的是这个概念 这个规对规 不知道妹子你以前看不看过一个电影叫做盗梦空间 看过 那你看过吗 没看过 你给看个盗梦空间这个电影 听说就是一个成员写的 模拟地规的功能写 什么意思呢 你看 就是 就是盗梦空间 就是可以进入到别人的梦里 对不对 比如说一个人 我这个画的像不像会被人躺着 比如躺着睡觉 对吧 像不像 然后你可以把它显成是躺着了 然后睡觉的时候做梦了 是不是他进入他的梦里 对不对 在梦里边又做梦了 又进入到梦里边 在梦里边又做梦了 又在进入到梦里边去 所以他可以有多层的梦 这个人在做梦呢 做梦干嘛呢 做梦的内容是做梦 在做梦的内容又是做梦 是不是有点像什么 山人有多庙 庙里有个老河上 和上对我们讲故事 讲的是什么 山里有个庙 庙里有个老河上对我们讲故事 对不对 反复这样的重度 对吧 那现在在那电影里边是什么呢 这层梦要来醒来 他不能直接回到现实中 这层梦要醒来 他醒到这层梦中 对吧 这层梦要醒来 他醒到这层梦中 这层梦要醒来 回到这层梦中 然后这层梦回来才可以 也就是他不能直接从这醒过来 对吧 这就是地归 什么呢 进去了 他得出来 地是进去 归是回来 你用这意思吧 这就是地归的概念 所以同样的是这个人 对不对 他在做梦的时候也是执行 假如这是一个函数的功能的话 做梦的时候执行 同样还是一个功能 在进头执行同样 然后最底层梦上执行完了 回来这层梦才结束 这层梦才结束 也就是里边都执行完了 回来了 最外层还要再结束 这就有一个归的过程 对吧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地归 好多人概念上 都不是说地和归等去理解 都说什么 在函数中 什么 调用自己 就是什么 地归 地归函数 的确是可以这么理解 对不对 但是大家要把经历放在地和归上 听得懂 我给大家写个程序 你看一下 是不是自己调用自己 Faction Test 对吧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对吧 如果我在这函数里边 Test 我调用自己 我现在如果执行的话 为什么结果 不会 我外边还没调用 对吧 程序从上往要执行 执行到这儿生名了 就在 调用这个函数 在函数里边 自己是不是调用自己 又调用这个 又调用自己 又调用这个 又调用自己 这是不是相当于类似于死循环 对吧 所以地归函数 一定要写一个什么 退出循环的条件 对吧 一会咱们说地归的作用 咱先看语法 就是自己调用自己 对不对 道理上很简单 对不对 因为你调用这函数 可以在别的函数中调用这函数 那为什么不能在自己函数中调用这函数 对吧 但是说可以 这就是地归 对吧 那我一起 咱们退出自己条件 我这会假如说有个参数 $n 看到了吗 我掉的时候存个10 是不是10存在这里边 我输出这个 $n 然后我换个行 看到了 然后如果$n大于0 对吧 我就掉了点 tas 是不是掉了自己 $n几 你瞧 对吧 然后我在这块 再否则 我输出 否则 输出 一行杠线 来第二 然后我再输出 到我这里 就这么一个简简单的小程序 为了你给我说一下结果 为什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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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没有 但是 10存进来就不在 对 n是不等于10 输出10 没问题 对吧 10大一点 大一点 10减1 是不是9 9 掉掉了自己 把9存进来 这输出什么 9 9 对吧 9大大一点 大一点 大一点 不就输出什么 输出8 对吧 8 7 6 8 结果就是这个吗 1 然后 然后 结果呢 没了吗 可以大家看到的结果是 我现在看到的结果是 198 7 6 5 4 3 2 1 0 1行横线 0123456 7 8 9 10 对 妹子的问题也是大家的问题 因为怎么的 只看到了地没看到归 对吧 因为地归 一定要想成是两部分 地进去了还得归回来 对吧 怎么叫地进去又归回来呢 地进去 我个人 到原来就运进 10到原 对啊 那归回来呢 函数 怎么的 要内部都执行完了 才回到调用处 调用处是不继续执行 对吧 所以这个程序 咱们要怎么的理解呢 这样 我现在用这种方式 这个外层函数 对不对 tess的 10 这个一层 这个里边调的是个9的一层 9这一层 调用8这个层 调用7这层 6 5 4 3 1 咱假日这么写 这边写几刀 这外层是什么 10 咱现在就从8去写 假如这7 7 6 输出6 输出5 输出4 输出3 对吧 输出2 对 输出1 这块是 输出1 这里边是不是输出0 对吧 咱们看到的 大家大部分看到的是这个d 看到了 d进来 这个0输出完了 怎么的 是不是紧接着执行谁 如果它是0的话 进来 是不是只有否则 是不是能输出一场杠线 也就是在这块会输出什么 会输出一场杠线 对吧 输出一场杠线之后 咱干嘛 是不是这块再执行 对不对 是不是就被I扣一个0 对吧 再I扣一个0 这块 对吧 这两个0都输出完了 杠线也输出完了 就最里面这个 是往回归了 里边还说执行完了 里边还说执行完了之后 执行完一遍之后 对不对 那么里边还是执行完了 是不是在这一层 一这一层掉它这一层就结束了 一是不是就得往后执行 里边0的输出完了 是不是掉一这块 它就归了一个一回来 一这个还是执行完了 是不是再往下 这部分 一的还是掉完了 是不是结束 在还是掉完之后 是不是这个还是本身 这还是还没止完呢 再掉怎么这个 那这玩意差点对回来 二这个还是结束 二还是结束 数出二 然后数出三 三的还是结束 再数出四 四还是结束 然后五的结束 然后六的结束 然后七的结束 看到了吗 咱们看到是上面掉进去 对不对 那函数是怎么的 得全部掉完了 你掉进函数 这函数再往下掉用的时候 再往下掉的时候 再往下掉的时候 是不是 里边函数掉完完之后 才能回过来 外的函数才算完成 对吧 哪个函数最最后完成的 就是最外的函数 怎么 一进来就没出来 对不对 等里边都执行完了 再回过来 所以最后回过来执行的 是不是这个时最后执行的 对吧 所以大家通常地归 最难理解的如何 就是在归回来这条路上 只能去不理解回来 对吧 如果你把地归的归回来 再不理解了 那么地归也就理解了 对吧 不然的话就掉到自己 那你写个循环有什么区别 对不对 它跟循环所在的区别 就是它可以归回来 里边执行完了 再往上一层执行完了 再上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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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道理 对吧 像地归的用的例子 非常的多 比如说 球阶层 对吧 比如说10的阶层 就10乘9乘8乘7 对不对 也是一层一层的 好多例子 比如说 球 像这样的顺序 比方上一层 地归用的例子太多了 咱们看一下 既然你理解地归 我就不给你再往南边理解了 因为后边能用力的 是对吧 咱们现在既然理解地归 是自己掉自己 那现在你看一下 我们 上边这个程序 还记得吧 是上去才能用到的 干嘛呢 便利目录 对 便利目录就这样子 只便利一层 对吧 那 如果目录下边 咱有目录怎么办呢 那你就说了 你看 我这会封 把这个目录 是排掉自己 把这个DR里边的GS目录 再便利 行不行 是不可以啊 但是这会掉外层之后 再掉里边GS 可以能掉 但是这只掉了一个 里边那么多目录 一个一个写 不在外边 就要用这个目录 再便利这个目录下 GS目录 这可以就是啊 如果我在这玩 因为地归好理解在哪呢 这就是一个外层 一个执行过程 你只要写回 就这样 所有过程跟他一样的 只要一个地归全实现 对吧 比如说判断 如果是目录的话 输出这个目录的同时 我再怎么办 再掉一下自己 看到了吧 再把WN file 如果是目录 HN file 是有目录 要自己是派指定 对吧 你看一下 我只要这么一写 系图里边 所有的 全变得 看到了 多少层 是不是都变得 对吧 一共多少文件都回来了 你想计算有多少文件 是不是可以写的技术 对不对 不就都可以了吧 你家里想一共多少文件 多少目录都可以回来了 对吧 所以地归是不是非常方便 特别适合目录这样的级别 或者无限分类那样的级别 你只要把外层完好的写一遍 然后判断是同样的操作 再调一下自己 就全完成了 听懂吧 只要写符合条件就行 如果没有目录就不调了人家 这可能确定地归的条件 所以地归不是说传言中那么难理解的东西 听懂吧 最重要的题是地归两个字要不算 对不对 太得归回来 对吧 当然这例子还有很多 当然了 不一定 咱们说这么多 大家就全能理解地归 好多在课上都有不理解的 对吧 但是先理解概念 知道自己掉自己 这基本就差不多了 后边有用的主要 再详细地跟大家解释 如果大家有对地归不明白的 妹子明白了吗 明白 大家可以加妹妹的Q 或者是加妹妹的微信 或者是给妹妹发邮件 对吧 如果不知道妹子的联系方式 怎么办呢 你可以关注我的微博 然后妹子是关注我的 你可以通过我的关注中找到妹子 就这么简单的事 好 谢谢大家 这几课咱们地归盘数就就到这里 好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